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函數 定義為無窮極數所收斂的極限值 如果這個無窮極數 它收斂的話 這個是一個無窮斷比極數 如果它收斂的話 它會收斂到哪裡呢? 收斂到呢 1-公比分之首項 首項是1 我們曉得這個x 它一定要小1 它才會收斂 也就是說 x這絕對值如果小1的話 這個無窮等比極數會收斂你的這個值 那麼他們說 這個 它的定義為何 定義就是這個 就a的話 因為 只要x的絕對值它小1的話 它就會收斂 那收斂的話 它就有1 所以這個x x 它是小1 這樣寫也是可以 那x屬於r 或者寫上x是小1大於1負1也可以 這個是它的什麼呢? 它的那個定義率 值域的話 我們就把它倒過來寫 值域的話 就1-x 就求它的反函數 等於多少呢? 等於這個y分之1 那這樣的話 x 就等於多少? 就是1-1 1-1 那x有個範圍 小於1大於1負1 就是1-1 小於1大於負1 那全部-1 全部-1的話 就是負的y分之1 小於多少呢? 全部-1 這是0 大於多少呢? 這是負2 然後全部加個負號 就是y分之1 小於2 大於0 大於0 全部加個負號 不等號頂倒過來 然後倒數 倒數以後 y的話 它就小於多少呢? 不等號頂倒過來 這個頂倒過來以後的話 這個頂倒過來就變成無窮大 小於無窮大 大於多少? 二分之1 那這無窮大可以不用寫 也就是說y 它是大於二分之1 這個就是它的值域 所以它的值域的話呢 是多少? 是y y大於二分之1 y 所以啊 這個就是它的值域 一分之1 是 是